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要学习入世与出世的精神 入世就是锻炼意志 沉着面对广度众生 出世就是放下一切 不争不怒 佛教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解脱烦恼 处理三界 这个是出世的思想 佛教也讲究弘法立身 入世菩萨道广度众生 出世出世间的简称 超越世俗的意思 入世路线变化的世间 指我们居住的世界 不管你学我没有学我 因为就是我们把第一个生命的健康 你先把它搞好 你慢慢查第二个生命的心灵才能修行 你今天都失掉了健康 你怎么修行 对不对 所以很多因人 世间法跟活法 所谓中道观中道论 就是要一半一半 入世一半 出世一半 不会把他都说 你出世都出世 其实这个不对的 我们要学佛走的精神 佛所有讲的经典里面 最重要只有四个是 叫做心地法门 初学佛的人 将自己从世俗的观念 调脱出来 才能客观觉悟佛法的真理 找出自己该走的方向 要成就佛道 先发菩提心 与众结缘 培修福德 从中去除我之 达到立人立己 度化众生的目的 史方新闻 郭文许建议 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